今年的5月27号台南地检署破获了南部假医师征诈财的不法集团 而消息曝光之后震惊了全台湾 事实上民国83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之前 人伤部落也曾经因为医疗人力资源缺乏 而出现过类似假医师职业的情况 为了要全面防堵假医师伤害族人的健康 政府在实施全民健康保险之后 也积极的推动IDS远距健康管理计划 并且还建置了原乡巡回医疗点系统 以及跨区域的医疗影像传输系统 来全面为族人的健康把关 不过政府花了上亿元把医疗资源送进了原乡 而原乡居民的健康真的改善了吗 原住民和一般民众的平均余命差距缩短了吗 请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假医师这个事情 署长我觉得是不可原谅 这个绝对不可原谅 所以他们将来的法律责任 不单单是这个假医师有法律责任 他的负责任相关有没有什么法律责任 医疗法第108条里面有相关的规定 那医疗机构是可以被勒令停业或是歇业 在兰嶼普遍大家反映这个人就烂 我们偏远地区的这个医疗设备已经很差了 结果这种烂医师还拼命往这个偏远地区丢 兰嶼那边的救援力确实是比较低 那边需要帮忙 真的是无法想象 这个部分已经不单单是医疗资源的分布布均 或者是有太多的诱因来造成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 这是健保制度所诱发出来的一个意外 台南地检署在5月27号 获获南部的贾医师陈兰医疗业务集团 服务于台东县兰嶼山卫生所的红杏医师 社神伙同多名的冒牌医师 陈兰十多家医疗院所诈领医疗费用 目前共有5人遭到受压 这些贾医师看诊过的所谓病人 应该有数千人之多 那金额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认定说这样应该会有诈领健保费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涉及到刑法的一个 违反医师法的部分 还有刑法的伪造文书 还有诈期 检方表示 部分医院坦诚为了节省相关的费用 仍然雇用这些假医师 在急诊科夜征值班执行医疗业务 有的执行时间长达6年 犯罪所得难以估计 受害民众超过5000人 不过多数的医院表示不知情 从我们掌握到的证据 然后去查证说 是不是真的不知情呢 还是是一个共犯的一个结构 因为如果医疗院所知情的话 那跟这些假医师就是一个共犯的结构 那如果他今天他不知情 那他就是真的 可能就是一个被害者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急诊排班的医生呢 把这个洪医师联系上 找到我们医疗部主任 医疗部主任跟他见过面 也聊了知道他的这个医疗的执行能力 看过证照 那就交代这个排班医师呢 在11月赶紧就拍上这个值班表 洪副院长表示 洪医师从97年11月开始 利用假日来到急诊室看诊8次 12月以后 洪医师赶由其他两名同伙人来替换 同样看诊8次之后 由于他无法提供相关的证照 而被院方终止假日值班 所以12月我们就把它中断了 所以我们就在97年的11 12两个月 一共他们来了17次 那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也没有按照报备的程序 我们就赶快把这个事情终止 所以到了5月 台南地检署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哇 那些人是密医集团 我的反应是很震惊 很遗憾 对呀 觉得非常无奈 如果说他们开错药啊 或是可能看诊的流程 他们不是说那么熟悉的话 当然对民住民的健康问题 也会有影响 凤林农民医院表示 这些值班的两名奖医师 都是经由洪医师推荐 由于院方的医疗部便宜形式 没有循正常程序报备签准 也没有向卫生局报备 而被处于罚款 但因考量特殊区域急诊的需求 并没有被停业 未经过报备程序 或者是容留 未具医师人员资格的人 来执行医疗业务 我们是被处于罚款 凤林农民医院 留置未具有医师资格 这个部分 我们根据医疗法第108条 我们可以罚5至50万 那密医对我们健保 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重则可以停约的 而且是可能整个医院都要停约 而且还要移送法办 凤林农民医院是站在我们花园县 中间的一个枢纽 它涵盖整个 包括万农 包括光户 包括瑞翠 包括封兵 包括凤林 五个乡镇 那五个乡镇如果在台九县 万一发生事故 其实是缓不及及 所以这个是我们考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给它停约 来与卫生所红医师 爆发贾医师集团之后 延伸出来检视原乡医疗 在民国83年 全民健康保险实施之前 由于当时医疗人力资源缺乏 原乡同样存在 类似贾医师执行医疗业务的现象 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当然有所谓的没有执照的医师 等等 在原乡也有种发生 甚至保健也 甚至在做一些医疗的工作 那可能那个时代 就是因为医师不够 在那个时候 在一个小部落 甚至一个小村庄 都可以容忍密医 我们现在大概没有考上的 大概上次算的时候 是有十个 但是我们这些人 虽然没有考取执照 但是都是用那个 实习医师的身份 在医院里面 继续的在进修 要考取一些执照 那自己制度面 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 当然有两个 一个是比较不明显的 就是全民健保实施以后 那原住民看病 他可能就不用再担心 就是经济上的困难 那因为经济也是 他会去找一些 就是比较非法密益的部分 民国88年 中央健保局 首先在花莲秀林乡 推动3D医疗 解副效益提升了 IDS计划 由于当时健保局 尚未建制完善的作业系统 缺乏看诊过卡和电脑处理 造成巡回医师 因为使用手写记录 赚取健保费的现象 不管他是自己开业也好 或者是这个IDS的也好 甚至巡回医疗也好 过去是有 因为你去了以后 完全是手写 全村都这样 那时候你只要记录 就可以回去再电脑处理 确实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后来到18年以后 我们后来发现好几个现象 就是三地乡突然 还有很多医生进去 就以病人来讲 我到三地乡 免部分负担 那有些地方是免挂号费 免药物 免50块钱的 所以免药物负担 这些对民众来讲 就是拿健保卡 在三地乡看病等于 就是相同一免费 我们封病卫生所是不会发生这个案子 理由呢 理由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医疗 这个真的是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我们不会有说像假医生这一块 花莲县封兵乡公所 在民国86年扩建之后 将卫生所原有办公用地收回 同年12月 卫生所向鼠立花莲医院封兵分院 借用一楼和二楼 作为办公的场所 并从民国92年3月开始 只做专职保健业务 医疗服务改由封兵分院来执行 年纪大的 很多都有糖尿被高血压 蛮多的 还有这个关节酸痛的 这个也蛮多的 肝脏也不好 尿酸高的 这个也是很多 在原住民在做腹肌的部分 大多是腰酸被痛 跟膝盖的磨损 还有中风 哪一个地方疼痛 腰痛 到脚下 麻麻的就这样子 这个是一块一块的腰椎 你看到这边 这个跑到后面去了 有没有 我们这个脊椎滑脱 这是很厉害的 其实它都已经弯腰驼背到没办法走路了 后面的神经整个都被 都被那个 所以它常常会出现 整个屁股 以下都会麻 甚至会没力 卫生署为了推动原乡部落 偏远三区的医疗资讯化 从民国96年开始 在原乡的五个县 17个乡镇 建置了143个 巡回医疗点的HIS系统 透过网络 让医疗人员得到 及时医疗讯息 又可以避免 原乡医疗资源重复使用 这一套功能 就是所谓的检验 放射甚至检查的 这些都是互通的 互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只要有的功能 他们那边都 那一后端都可以使用 就对了 我们去 然后我们这个无线网络点 就可能是在民载 民载前面就把一张桌子 一个笔记型电脑 我只要上了 我就可以把病人所有的资料 他之前所有看过的资料 通通把它找出来 卫生署又在去年的4月30号 首先在太阳上卫生所 建置跨区域医疗影像传输的 PACS系统 这套远居医疗系统 透过网路把病人的资料 传到后端医院 再由专科医师会商看诊的服务 我们有这套PACS系统 通通都可以 你到苗栗医院 你在那边做检查 你觉得说 我们只要打他的 我们这边转诊的病例 病例这样子进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 抽血报告 包括他的影像 X光啊 电脑断诊都可以看 正常是只有到这里嘛 所以他多长出来 这个都是骨刺 所以这个都已经是磨掉 磨坏了啦 所以这个大概都 走路都已经很困难啦 像这种老人家 大概你看他这样走路 都已经很难了 九影又干硬化了 你下面都好的啊 他断掉的是在这里啊 你偏偏又打到那么下面 所以这是有点 太坏了 他要是九影的患者 他已经开完三个月了 你看这个骨头都没有长 反正他的骨头的再生能力 根本就没有了 康主任表示 原乡跨区医医疗影像传输的 PACS系统 透过X光片 发现原乡健康的问题 酒影的族人 一旦发生意外骨折 不但骨头长不出来 同时因为九次过量 也可能影响未来 相关抚须经的肌肤问题 不过康主任强调 泰然乡民的健康问题 还是吸肝的感染率偏高 也没有吸行肝炎疫苗的接种 并没有受到卫生署的重视 吸行肝炎你看 两个村 一个大新村 一个中新村 一个60.9 一个56.3 事实上这个是非常高 那苗栗 整个苗栗原住民是19.1% 那整个 你说整个全部台湾 台湾地区来算 它的吸行肝炎的感染率 是55%而已 你几乎在路上 你大概看到三个人 可能有两个就有吸行肝炎 也没有可能跟一些外面的一些诊所的注射 注射行为有相当大的关系 康主任表示 台湾湾米的健康问题 除了吸行肝炎的感染率偏高之外 湾米接种B型肝炎疫苗 也没有发挥功效 19名湾米还是罹患了B型肝炎 同样遭到卫生署的护士 苗栗原住民 台湾米就有19个 你是一个县 我是一个香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多词语说 这些人都有打B型肝炎的疫苗 为什么通通都感染B型肝炎呢 那你要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啊 对不对 那后来这个也被压下来了 政府宁愿花伤一元的医疗资源送到原乡 但是针对原乡居民的健康问题 却不正式面对来解决 也缺乏全国性原住民的健康政策 这不但关心到未来十年原乡的健康 同时也影响原住民的平均余命 是否能够缩短两年到三年的差距问题 其实到目前来讲 我们还拿不到这么个出版品 是有关原住民健康的一些改善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能是在砸经费 可是砸的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对的地方 是否能够缩短两年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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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